我们上一次的舞台其实是有点一种绿色的感觉 对好像我们刚开始一来的时候 我们可能是刚认识然后不太熟 然后大家就是刚认识就是刚是新朋友 然后就很很青涩的那种感觉 这一次有点就是秋天的感觉 然后就是好像 对好像今天的感觉就有点熟了 对有点熟了 非常好还有一种解读就是在你第一次是绿色 升级薄薄之后呢就差不多该黄了 哈哈哈哈 一圈见血了 尽量我们就积极的去理解是吧 是 其实我觉得对现实规则的这种有时候的这种调侃啊 自嘲啊 它和你内心保有的这种自信 是的和这种阳光和积极并不矛盾 对我们要以一个轻松的心态 有时候可以开自己玩笑 哎有时候你那个青春过 你也许你秋天过黄过冬天过都ok 但是你可以周二复始在就业吗 可以在青春吗对不对 是是但我们的心态永远是要嗯面对 夏天的时候释放所有的能量去打拼 是面对秋天的时候 好好珍惜每一次收获 这样我们才能储备更多的能量 在冬天让我们后继播发迎接下一个春天 越来越好好吧 哇 哇 哇